來到店鋪,把其他台主的玩偶拿出來當球 還拖的時候,竟然去我的屁袋拿屁袋扔人 做得出不怕被人放上網了 大家好,歡迎收看《魚太國仔》 有一段時間我都沒有再拍過關於APP的東西 為什麼這麼久都沒有拍呢? 就是因為剪片要對畫面,非常多工序 我是故意不說大廠的遊戲 因為大廠的遊戲通常連續性很高 你是很難中斷的 所以我現在會拍一些你可以隨時收皮的 你可以隨時不玩也可以的廣告遊戲 什麼叫廣告遊戲呢? 我相信大家都很明白的 有些遊戲單位,你看廣告的時間 是一種多過你玩的時間 但這種遊戲是有它的好處的 你可以隨時停下來也可以 因為我知道大家 最近都一定會出席很多不同的戶外活動 因為戶外活動大家都知道 你總會有些時候是需要停下來的 就算你的戶外活動很激烈 你也要回一回氣,也要停下來的 在那時候,以我讀書 我發現大家都在對著手機 當然有可能是掌握一些即時的信息 自己關心的 但也有很多人在玩遊戲 我這裡就介紹五隻廣告遊戲 全部都是我看IG的時候回來了 又或者是廣告遊戲裡面的廣告介紹的那隻遊戲 大家明白我說什麼 但是很壞都會說一下 還有為什麼我這次坐得比較畫面的側邊呢? 就是我上次拿的東西 因為每次都要把自己移到側邊 不如現在就開始在側邊 再側一點 第一隻就是Stickman Falling的遊戲 我自己喜歡的,它有一點點物理香 然後你就可以控制一個火柴人怎麼走 但有很多機關可能會弄死它 不知為什麼我很喜歡畫這隻遊戲 不是因為我變態 而是我很喜歡畫一些物理性很高的遊戲 即是它的物理不一定很適合 但它有物理引擎的遊戲我就很喜歡 試一下給大家看 然後就選擇這個 首先可以選擇你的… 坐姿? 不是 選擇你的預備姿勢 這個好像扭出來的,挺有趣的 這個是選擇到底放什麼道具在這裡 即是那些可以弄死它的道具 可能我這裡放一個Steam 噴氣,人會掉下去就會噴氣 就可以繼續受傷了 這裡放什麼呢? 這裡放梳 特別的道具 這個就是… 例如我選擇一個C4 它就揹著C4 一會兒可以隨時爆炮 坐什麼好呢? 用炮彈射出來 人物Skin,小事 我選擇了一個機械人 Dismount 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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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不到我的Steam 但看來可以掉到我的鋸齒 梳爆的… 喂! 這樣就獲得很低分 大家看到我BEST的分 看廣告 但這些可以立即交叉的廣告 我會很快地原諒它 大家看到BEST那裡有過18 有8000多萬分 為什麼呢? 因為這遊戲在更新之前 有些BEST可以令人不停地受罪 說真的 這遊戲絕對不是跟人比賽高 純粹是自己玩的時候很爽 我再試一下 看看第二個地圖 也是要… 機械人… 機械人沒有血腥的 衝啊 噴! 噴! 這關就是天空會有戰與噴 其實這遊戲是痛的 我自己覺得 你看看 我特意放煙 想著讓它吹起它 可以繼續受傷害 但看來現在正在面對整個遊戲 無法完結的危機 好嗎? 嘩! 嘩! 停不想到 停吧 停吧 好嗎? 停到了 當然之後就看廣告 好嗎? 還有這遊戲我有點建議給它 它是可以做一個customize的東西 即是它可以將火柴人的頭 換成自己想要的照片 我覺得會吸引很多 那些名字叫做什麼月啊 什麼蛤啊 那些 就有一個機會可以換頭去 玩這遊戲 然後這遊戲呢 純粹是掛印的 很簡單 你只有三樣東西可以選升級 就是起跳 噴射背包 還有離線收擊 那我就這樣點擊開始 玩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那純粹是這個運動員 去到一個perfect的位置就要按了 然後等它落地那一下呢 再按 然後到最後 嘩! 大家看到我perfect的三爺位 已經是經驗家了 然後這個jackpad 它就會有些燃料給你在空中的時候噴射 當然這遊戲是最後 它可以摸到它多遠 那這遊戲是三級跳 我也忘了是否有這個項目 是有的 基本上 只要你不是亂來按 咦? 我想說你也可以打破自己上一個紀錄 但我現在打破不了 Sorry 然後你就可以 剛才跳完的距離 是你淺來的 可以升級你那些 譬如起跳 嘩! 升一升就沒有了 就代表你起跳的時候 腳刮鑲會比較大力一點 腳刮鑲怎麼打呢? 它會… 對了,理論上因為我升級了 我怎麼都比上次遠 我猜 大家一起看看 到底打不打破這個紀錄 然後我再介紹一下這遊戲 對呀 它會令你很有興趣 想看到它的世界到底有多大 過了 你每個不知道多少米 整個世界的價格都不同了 那也是一種謀殺時間的小遊戲 啊…可以 這隻兩條遊戲 接著就到了這隻兩條遊戲 這隻就叫做弓箭傳說 是我暫時覺得在這五隻遊戲中 受限值最高的遊戲 首先我所有認識的朋友 大部份的人都課金 那我自己都課了不少 課了三位數字在裡面 之後開始後悔了 我讓大家看看這遊戲是怎麼玩的 大家習慣開始玩氣 大家看到我現在應該十分開心 因為怪物是很容易殺的 譬如一開始就已經可以選擇能力了 譬如我選擇兩側箭 射箭的時候 兩邊都會左右 大家看到了 左右的箭射出來 當你殺完怪之後 就會有經驗值 有經驗值之後可以升 升的話就可以選擇多個新能力了 譬如我現在選擇一個旋轉火球 你看到我身上多兩個火球 而那些怪物呢 其實他們會攻擊你的 你就要避開他們的攻擊 一停下來 你個人就會自己射箭 這個時候又太容易打了 我也不知道怎麼展示給大家看我的無奈 我現在直接打我現在打有沒有關 大家可以看到 那些林雕怪就開始越來越高攻了 可以掛得十分強勁 而我個人的血量是十分少的 這樣就會掛掉了 要講一講為什麼大家開始放棄玩這遊戲 就是每一次天賦 你很努力地升完 這些天賦你不能自己升 他們隨機抽給你 那我不知為什麼可以抽到每星一升回1000血 是沒用的 我想說 那些敏捷我到現在還是一 玩到四十多厘 最憤怒的就是妝 你看到我現在的妝有些是紫色 那不要以為很高級 紫色妝之後是紫金妝之後是黃妝 然後是不是好像還有 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我不知道 因為我永遠都不會得到 很辛苦 你要將三件相同顏色的妝合起來 你才可以有更高階的妝 而是可以難到飛起的 這遊戲是很苛刻的 我自己覺得在裝備升級方面 裝備升級就好了 要先說明 所有人玩這遊戲的時候 一開球都很熱衝 簡直是會給他很多時間 事情又不做 一直在玩 我們整個studio有半個都是這樣 但是玩了大概兩個星期之後 基本上沒有人再看這遊戲 看起來都只會聽到屌 還有這遊戲有很多Bug 但這些Bug是為玩家著想的 你可以搓錢 還有搓星級卷軸 但是是沒有能用的 因為你沒有那件比較強的裝備 你有那些升級卷軸 放在這裡都是托 下個遊戲 第四個遊戲 就是這隻Battle Disc的遊戲 它的玩法相當簡單 其實開發者都很明顯 就是想寫一隻小小物理的遊戲 然後博在裡面玩一下 可能玩一兩個星期 就看看裡面的廣告賺錢 大概是賺到我的 好,試玩一次吧 因為我自己本人是一個氣剪球的熱衝者 所以這類的玩法我實在太喜歡了 首先你要拿著Disc 然後就會 嘩,但我好像贏了 嘩,第一次看到這兩個大隻佬 首先就是你要用你的氣剪球 去打爆對面的這些方法 然後如果氣剪球彈到你身上 你就可以立刻抓住 但若然你不小心被對方拿了氣剪球 你就說,嘩,嘩,因為他會攻擊這些 這個時候就要抓住他的氣剪球 然後就看看 他先打低你還是你先打低他 若然你撿到雷神之鎚 那些人是會被你打散的 你趁他還沒重生 就很快攻破他 嘩,巧巧地反應 所以我幾喜歡這隻遊戲 都陪我渡過了很多等待的時刻 你看他的Grito出來 所以我剛好就被我破了 好,到最後一隻遊戲 那最後一隻遊戲就是 EG大哥仔的夾娃娃機 說一下而已 提一提,提一提 不高分吧,對不對 我很害怕 但是有些東西真的強烈譴責 在這個CCTV那裡已經看到 有人疑似偷東西 不知道是不是偷東西 但是最過分的就是 今天收了一個CCTV 是有兩位小朋友來到店舖 將其他台主的娃娃拿下來 然後當球 看看還拖的時候 竟然去我的屎袋拿屎扔人 做得出不怕被人放上網 閉路電視是有開的 這一類的破壞 對社會沒有任何建設 我極度譴責 好,認真 最後一隻遊戲 好,那最後這隻遊戲 我自己也瘋狂了一陣子 就是這個叫Zombie Haters的遊戲 其實你現在看到我 一開始已經有四個人 很大抽 可以走出去 可以扔下喪屍 但其實一開始 你就只有一個主角 那時候玩沒有所謂的 主角就是左邊 大家看到這個叫做 盧瑞的人 但是我現在開這遊戲 看到這個盧瑞 他的樣子是不太討好 一開始我已經想要Game Over 但也要繼續介紹這遊戲 那你就會有指示 這個指示是告訴你 你下一個同伴在哪裡 然後去玩剛剛途中 當然也會有很多喪屍衝過來 然後你一邊飛,一邊飛,飛到過去 就會看到你的同伴 從此就多了一個人陪你去打喪屍 到最後我之前試過玩到 可以有成村人陪你一起打喪屍 選一個初階一點的城市 沒那麼辛苦 看看可不可以變成有很多人一起打喪屍 裡面有一些同伴不是直接攻擊的 雖然也會有些攻擊 但是很痕癢 主要的作用就是增加你的攻速 又或者有空幫你受傷的朋友回血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MEDIC的重要性 在一些危險的情況下 不能沒有MEDIC 不能沒有人支持你 這首相名叫瘋狂的顧客 我現在是被瘋狂的顧客打死了 有一個好消息就是我一按進來發現 原來它的界面和角色都是有新增的 原來它還有繼續更新的遊戲 就算你掛機的時候 它也會繼續有進行的 然後在下面你可以選擇 用錢去幫別人升級 就可以打得大力一點 嘩 你們為什麼不看我 原來我開了手機 遊戲呢 就介紹完 大家記住 打遊戲的時候 無論你在哪裡都好 記得留意自己 現實周圍發生什麼事 因為如果現在你在街上 很沉迷地打電話 隨時可能會有一些不知名的人士 向你衝過來做什麼 我是認真 我開始覺得無論是哪一區 你都要很小心地逛街 第二 打遊戲其實不是什麼都學不到 打遊戲學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勇氣是很重要的 在做一些很艱難的決定的時候 你需要知道自己有什麼能力 你需要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你要分析一下做什麼 才是最好的 打遊戲學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不死 才有DPS 各位加油 記得訂閱EG大哥仔 同時現在四月四出片 喜歡的話就分享這條影片給朋友 你們有什麼遊戲想介紹我玩的 都可以告訴我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還有這幾天的時間 其實真的比較闖全 所以原諒我這條影片 可能會剪得比較輕易版一些 其實這幾天 人 manager 人員 人員